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读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这里是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权威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权威独家分析 如果我们的内容对您有价值,请订阅我们的内容 十九大以来首次急诏 秦刚忙坏了人大常委 根据独立研究机构NPC Observer分析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NPCSC的高级领导人 于2023年7月24日星期一决定 将于1日7月25日星期二召开NPCSC紧急会议 根据他们会议的官方记录 会议议程上唯一的事项是刑法修正案的草案 预计该草案在星期二不会通过 以及为指明的人事事项或称为任免案 这似乎是紧急会议的原因 首先,关于唯一的立法草案 刑法是中国实体性刑法点 是该国修改最多的法律 自1997年最后一次重大修订以来 每届NPCSC都至少两次修改刑法 除了第13届只修改了一次 第14届常委会表明 他们将在2023年的年度立法计划中 列出刑法修正案 很难确定草案将涉及哪些问题 但鉴于2022年1月徐州铁链女子事件后 代表和公众对涉及妇女和儿童贩卖的关注增加 该草案很可能会对相关条款进行调整 自2020年12月前 一批刑法修正案通过以来 代表已提出70项法律修改建议 除了对人口贩卖进行严厉惩罚 例如 一些人呼吁将酒后驾驶犯罪化 一些人提议打击养老院虐待老人的行为 而其他人则建议废除寻衅滋事等包罗万象的罪名 或减少死刑罪名 其中一些提议可能会出现在 由主席会议提交的草案中 因为我们目前看不到常委会明天修改刑法的迫切需要 我们预计该草案将非常重要 并将在经过三次审议后通过 然后 之所以在星期二召开会议 超出了其典型的每两个月一次的时间表 似乎是因为议程上的另一项事项 未指明的人事事项 值得明确的是 会议将考虑人事事项 或者说这些事项的性质在事先没有公布 这并不是不寻常的 事实上 如果在会议上没有做出任何人事决定 那才会不寻常 但如果他在一次会议上只考虑人事事项 那同样会不寻常 所以可能是为了使会议看起来不那么特别 才增加了刑法修正案 这种特别会议本身并不寻常 这样的会议并不常见 但也不是罕见的 自2013年3月以来 常委会共召开了9次非常规会议 总共75次会议 截至星期一 其中一些是为了加快立法进程 例如2020年6月令家会议 批准香港国家安全法 有些是为了帮助立法机构承担更多工作量 例如2021年1月会议 还有一些是因为特殊场合而召开的 例如2019年9月会议 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前 授予国家荣誉 让这次星期二的会议成为真正紧急会议 并使其与那9次特殊会议区别开来的原因 是召开会议的匆忙 这次会议只在一天前宣布 而之前的会议都至少提前7天安排 据公开信息所示 这是非紧急情况下的法定要求 而最明显的紧急情况来源 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 一个月以来的失踪 秦刚失踪的原因不明 各种谣言四起 这已经对中国的外交交流造成了干扰 最近 英国外交大臣和欧盟最高外交官 都取消了原定的访华行程 考虑到议程简短 星期二的会议应该会在下午3点前结束 之后我们可能会得知 是否会任命秦刚的继任者 请继续关注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失业的毕业生大军陷入经济裂缝 日经亚洲报道 中国年轻人正面临创纪录的21.3%的失业率 这是中国对私营企业的长期监管打击 以及外国公司招聘下滑的结果 中国经济的毕业生人数是十年前的两倍 但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 导致毕业生考虑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或尝试竞争激烈的政府工作 而这些工作是他们资历过高的 此外 提供抢手工作的外国私营企业 大幅缩减了在中国的业务 进一步减少了毕业生的就业机会 疫情暴露了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日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因为中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已经停滞 零售额下降 北京公布了一项放宽市场壁垒 和融资渠道的计划 以提高私营部门的信心 然而 一些分析人士质疑 该计划是否真正标志着 对私营部门态度的转变 或者仅仅是暂时的橄榄枝 这里是中国简报 在新加坡 北京立场的响亮回声引发焦虑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中国政府塑造东南亚华人社区身份 和忠诚度的努力引起了新加坡的关注 新加坡的大多数人口是华人 批评人士认为 北京试图将其他国家的公民纳入其愿景 正在造成分裂的忠诚度 破坏社会凝聚力 特别是新加坡 由于其日益富有同情心的人口 和与中国的密切经济关系 被视为一个关键的战场 人们对中国官方媒体 在新加坡的影响力提出了担忧 据报道 旗舰中文报纸联合早报 呼应了北京的宣传 并宣传亲中的说法 该报被指控淡化敏感话题 发表中国共产党官员的文章 而不透露他们的党派关系 此外 中国政府在新加坡的外展工作 因不成比例的针对新加坡华人 并试图塑造他们的观点和忠诚度 而受到批评 新加坡已采取措施 对抗外国对国内政治的干涉 但对北京影响力运动的影响 仍然存在担忧 作为数十亿美元的运动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一直在增加 其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和媒体存在 华裔社区是一个重要目标 中国的努力是双重的 旨在提升其形象和计划 同时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政府将东南亚视为一个关键的势力范围 并正在努力将海外华人社区 作为海外影响力的载体 中国政府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运动 包括向该地区的媒体机构 宣传其官方通讯社新华社 并制定内容共享协议 它还涉及社交媒体上 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运动 中国的经济实力 也成为东南亚国家 听从北京意愿的动力 破坏了传统的选边 战队限制 中国政府在东南亚 特别是在新加坡的影响力运动 引起了人们对中程度分裂 和社会凝聚力侵蚀的担忧 新加坡政府警告其华裔人口 不要进行敌对的外国影响行动 并强调独特的新加坡 华人身份的重要性 然而 有人担心 中国的影响力努力 可能会破坏这些努力 并导致新加坡多种族社会 凝聚力的破坏 新加坡的局势 凸显了东南亚国家 在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时 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以及对本国政治和社会和谐的潜在后果 这里是中国简报 苏联如何窃取和机密 并瞄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Belfare Center 报道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指导的新电影《奥本海默》 探讨了制造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团队领导人 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思想和道德决定 电影中描述的问题 如何威胁和间谍活动 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威胁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伊朗正在寻求核武器 中国正在扩大其核武库 奥本海默是苏联间谍的指控已被推翻 拜登政府追受撤销其安全许可的决定无效 奥本海默的视角和电影的历史准确性 使其成为对当今世界持续和威胁的重要反思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最大的电池制造商成立航空部门 英国独立报报道 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宁德时代 成立了一个航空部门 为电动飞机的批量生产做准备 该公司声称 已经实现了每公斤500瓦时 WHKG的能量密度 这是商用电动飞机所需的圣杯 宁德时代已与国有飞机制造商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Comac合作组建合资企业 在最近解决成本和容量限制的电池突破之后 电动飞机的开发变得更加可行 这里是中国简报 中国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称 机构重建网络后 誓言采取反制措施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发誓要采取一切必要的反制措施 以回应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 柏安斯的评论 该评论表明 该机构在重建其在中国的间谍网络方面 取得了进展 柏安斯表示 在十年前一些特工被中国政府抓获后 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努力重建其网络 他还提到 中央情报局正在努力为任何袭击台湾的计划提供预警 作为回应 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指责北京从事间谍活动 同时承认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情报活动 中国一直在加大反间谍力度 包括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一项对反间谍法的重大修订 这里是中国简报 华盛顿试图为其网络防御增加一些牙齿 外交政策报道 中国最近对包括美国政府机构在内的20多个组织进行了网络攻击 凸显了其作为对手的能力 该事件恰逢拜登政府网络安全计划的发布 该计划旨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网络攻击 并防止政府官员的电子邮件账户渗透 然而 该计划缺乏有关数据隐私 数字身份和云风险的具体规定 其截止日期将持续到2025年 这增加了其实施和未来优先事项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主要集中在 从美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 由于美国施加的贸易壁垒 这些努力可能会加剧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个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